另外在石門水庫這裡的蓄水量只剩下 百分之二十九 最擔心的就是附近江湖島的居民 這水位低到小船根本很難靠岸 全部卡在淤泥裡面 讓他們無法進出 島上進石戶居民都很著急 有人是每一天開著小山貓來清淤 也有居民直接寫著大大的SOS 要向外求約 跟雲基當毛筆在草地上揮毫 寫下SOS喊救命 這片青草地是石門水庫的庫底 現在水庫干涸 讓江母島快變成孤島 從小在這邊長大的呂先生 寫下求救訊號 象徵向外求援 也願這大大的SOS字樣 能夠引起工部門注意 希望該做便橋 因為這裡山路難行 水路也快成了死路 石門水庫的枕頭山 改名江母島之後一度爆紅 但現在水位見底 讓島上居民無法像往常一樣 搭小山版船到對岸的阿姆平碼頭 出不了門 因為小船全卡在淤泥裡 動彈不得 撤了我有桶要拿回去 我要撤了 有的人等不下去 只能喊撤退 目前還有近十戶住在這兒 留下來的只能自力救濟 天天和淤泥奮戰 清淤泥成了日常希望市府想辦法 桃園市長曾文燦說會專案處理 我們空投一些物資 那跟一些水源 這個部分我們會尋找出最好的方案 市府空投物資救急 但居民更希望能夠蓋坐鐵橋治本 讓他們不用再像二等公民一樣 老是得向外求救 只為了一條平安愧駕的路 華視新聞吳全員翁前黃蒲昕宇 桃園報導